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政坛黑马的陆浩 今年3月从团中央空降到黑龙江 任黑龙江省在省长 成为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年轻的省府首长 有媒体曾曝光 早在1985年18岁的陆浩就在中南海喊出 不做改革旁观者 那么中共当局启用这些具备改革意识的人士 是试图改革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3月25号 黑龙江政府网发布消息 决定任命陆浩为黑龙江省副省长和代理省长 陆浩1967年出生于西安 高中时候已经加入了中共党员 1985年陆浩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 近小不到两年通过直选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 据大陆官媒报道 陆浩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中学生党员 也是文革后北大第一位经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 2003年1月 35岁的陆浩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成为当时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 2008年5月 10年41岁的陆浩 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目前他是大陆最年轻的省长 报道说1985年11月在中南海淮仁堂 陆浩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 陆浩发言说 改革是艰难的创举 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 我们大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 但是近年来 中国社会矛盾突出 陆浩的这种自觉 还能在他的同政路上运行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 启用这些所谓的改革派人物 能缓解国内的冲突吗 时事评论员司马泰认为 新冠上任都基于高谈所谓的改革 这似乎已经成为拯救共产党的一个招牌了 你不管他改什么 他觉得改革这个企号他必须打的 他不管在舆论上 或者是在真实安排上都要给人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共产党已经大家都不信他了 共产党他要想承拨下来 一定要把自己 谈到这个改革的大旗 来与虎龙的这些老百姓 虎龙这个世界 给人们呢 制造这种幻想 3月13号晚上 习近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列出了三条措施 包括三公消费公开公示 和财产经济收入申报公开公示 以及解决就业问题 以法治国等 香港《争民》杂志认为 习近平希望民众能看到时效 据了解 陆浩是现任总理李克强 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师弟 他们都是经济学家 李颖宁的学生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北大清华的这批学生 视野比以前的领导人开阔 他们或许表面上 碍于中共的淫威 显得乖巧 但是林子旭说 真有个风吹草动 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 反共的极限风 相信中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但是中共也是没有办法 老一些的已经不能用了 像奴才一样听话的 往往又都是一些废物 中共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林子旭还指出 到了今天 中共一方面需要那些邪恶 阴狠的人为自己充实能量 另一方面又需要一些 有能力 有思想的人控制局面 但是这两类人 又很难走到一起 因此林子旭说 类似团派或江派这样的权斗 会一直存在下去 而这种权斗带来的巨大消耗 必然会让中共更快的崩盘 请考虑